大家晚安 我是吳姐 這次很開心邀請到鵝肉麵來分享 以職業設計師的試點 來玩動森快樂家樂園佈置室內的時候 有哪些地方可以考慮進去的 因為時常關心影片分成了上下兩集 在上一集我們佈置了公區 而這一集我們將來佈置了私區 如果你還沒看過上集建議先按暫停 把上集看完再回來看喔 那接下來就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這一面因為有窗 所以我會覺得這邊放床是比較適合的 但它不能做門好可惜喔 我想看喔 它可以做假門 但是做假門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動物也沒辦法出入 哈哈哈哈 就只能做好看 那我們先不要管窗戶好了 我們先放床 我們先把床叫出來 然後我覺得 因為理想上我會希望床可以放在窗戶旁邊 不過以這次的設計來說 放在深處好像比較適合這個格局 然後像這個鑄鐵的右邊那個有兩個 下面有兩個收納的這種好像就蠻符合的 對 放這邊主要是不是會擔心說 一般不會門進來就看到床這樣子 對 但我們現在就先不管好了 我們假裝我們 我們這世界沒有風水或是感覺的 然後通常不會這樣緊貼的牆 會讓它隔一兩格的距離 然後中間那邊可以放 看是要像這樣就好 還是這邊再放一個床頭櫃 你把木頭的那一面牆跟現在廚房的右邊那一面對換 這樣就變成說空間兩個都有一個比較溫馨的感覺 這樣子嗎 對 它不能選沒有窗是不是 我記得有一些地址是沒有窗的 可是木頭的 白色洞洞可以看一下嗎 白色洞洞 這個 我覺得這個不錯喔 這個有一個 對啊 季健的感覺 對 還蠻簡單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跟別人說 喔 窗戶喔 沒有啊 裡面就沒窗戶啊 我們 所以 別人就沒得挑剔 然後這樣子的話 右邊那就是進房間的那一面牆 對 那一整面 就是從左到右 從你現在這個 往左這邊 我們可以做全部的收納 然後可以說這邊是它的 衣櫃這樣子 但是就是收納是指開放式的收納 你才會把那個白色的牆給 就是 打住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些類似層架的設計 我們試試看這個看它有什麼別的顏色 這樣不會有一種無印的感覺 黑色是四個 黑色 好 然後讓它 王座也做一個出來 然後可以再做一個嗎 可以 剛剛好 喔 OK 剛剛好 然後上面可以放一些盆栽啊 什麼的 它是可以放東西的 對 可以 放一些小物 小物件 放一些小物 讓它就是 更有生活感 這邊就可以隨便選幾個 書堆啊 什麼的 但是它的重點就是不要放滿 如果放滿就會很 阿雜 所以通常都是 左邊 兩三個 右邊一個 這樣子 就會有一個 對 我們都會 我會這樣放 就是 對 像這樣子 然後你左邊再放個 一些比較 像書啊 像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 左邊這邊 對 然後再一個 再多一個 喔 你在這邊放個桌燈好了 然後你要 這 這一個收納牆的左邊 是它的 工作桌 就你等一下再放個椅子 好的 好 桌燈 這邊有個桌燈 像這種的 先放這個好了 其實右邊那個蠻精靈 然後這個OK 好 然後底下放個椅子 在它的左邊角落 這樣就變成說 這個是一個多功能的牆面 它是右邊是展示 然後左邊是它的一個閱讀區 這樣子 它現在有這種 就是小凳子 這個不錯喔 這個不錯這個不錯 好把它往拉近一點 像 它這樣最近 這個太遠了 再看去 好 欸 是換成 鑄鐵那個呢 右邊 右邊 好像都一樣 哈哈哈 他這邊有一個看不到的牆 那算了 那沒關係 這邊先不用講 床現在 床可以往左邊移出來 然後現在床現在在的位置 會變成它的浴室 浴室 對 床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把它的床頭 180度轉 對 然後再 轉太多 這樣子嗎 好像沒有人在上面 哈哈哈 再往牆壁靠攏一點 再往那個 書那邊靠一點 對 這邊可以放個 長方形的地毯 然後是壓在 床的 三分之二的 身體 但是不要壓到全部 然後讓它是長處 就是 出來的 有點難懂喔 長方形的 對有點難懂 我們先找到就知道了 這邊 就是放床的地毯的 的方法 通常是不會讓四隻腳都長在地毯上 它會讓 然後 腳的那兩隻 有壓到 後面的腳那兩隻壓到 對對對 就是靠近你的腳的那兩隻會壓到 然後是正方形 長方形的話 好像都有點大張 我先看一下大小 這是不是太大了 這個也OK喔 沒關係 先讓它這樣 然後 再反過來 再反過來 幹嘛 這樣 在 走 最靠 最靠左邊的話 會 這樣子嗎 對 這樣 太大了 太大了 那我再找一下 這是四乘三的 右邊這個 這個也是四乘三的 喔 這個還OK喔 那換成直的呢 直的 像這樣 然後 好像有點滑 先這樣好了 先這樣 我看一下從他入口進去的感覺 就是從外面進去的他房間 OKOK 這樣子 他做了一個 通常我們地毯是做一個空間的區隔 我覺得這樣OK 對對對 它是一個 牆的概念 但它不是實體的牆 好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開始做廁所 那廁所的話 你覺得要再加一道有牆 然後有門的感覺嗎 還是就是直接開放的 我覺得直接開放 我喜歡做直接開放的 因為 好啊 我在玩這款遊戲 因為可以看比較像廁所 不是啊 是因為我都會擔心說 小動物牠們沒辦法進去 對對對 畢竟不是現實的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先把馬桶那些交出來好了 好 像你看這麼大的一個廁所 我們甚至可以做浴缸跟淋浴間 對 我們可以讓牠做得非常漂亮 好 那當然是免治馬桶囉 左邊 這個吧 補水箱馬桶喔 好 不管 這個 它可以換顏色 它好像有黑色吧 喔 要有其他的 黑色會蠻酷的喔 試試看黑色 好 嗯 可以可以 因為黑色就會跟其他的鐵劍的部分有打到 我就會蠻喜歡這樣 那通常 我們做的方式是 因為廁所 我喜歡的是人家一打開門 可以看到琉璃 因為琉璃還是相對比較漂亮 那我們今天是長霞形的話呢 我在想 喔不然這樣好了 我想到了 這個長霞形的空間很長 所以 更好的分配方式 如果是現實中會分配到這樣的空間 我們會做的是兩段式的廁所 也就是說在廁所跟房間之間有一個緩衝區 那個地方是你用來更衣的 那更衣的地方就是會做更衣室 然後你去廁所之前你可以在更衣室換衣服幹嘛的 然後再進去廁所這樣子 所以說 假裝我們現在這邊有一道牆嘛 我們把它除以2 那中間靠床的那一段 我們可以先放兩個衣櫃 然後跟連身鏡 然後右邊才是它的廁所 大型這個呢 這個我看一下喔 喔有它有黑色的 喔有有太好了 太好了就這個 是要靠這邊還是靠這邊 靠這邊 因為你不想要睡覺的時候可以看到鏡子 喔的確 對 然後它的旁邊就可以做一個衣櫃 要長型的還是 喔鑄鐵的不錯喔 鑄鐵這個嗎 對長型的最好 對 我們先用這個 這個 對放在它旁邊 轉過來 然後再複製一個它 在它 對 然後它的對側 對側那一邊 可以是 一個長的凳子 那這個凳子是幹嘛呢 就是說 我們在設計時我們通常會需要 譬如說你穿鞋或幹嘛 或者是你穿一些褲子 你會希望可以穿 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你也會有那種 衣服是你穿回家 然後它還不會進到衣櫃裡 但它也還不會進到洗衣機裡的那種衣服 通常我們會設計一個地方放它們 那不然你如果不設計的話 那個地方就是你的電腦椅 對 或者你的床 所以我覺得 這個地方可以做一個木頭的 或者是 木椅凳 或者是 像這種戶外長椅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下面的 戶外長椅 對 它如果有黑色的 可以把它放在 對 對 它有黑色的嗎 有 黑色不錯 黑色不錯 好就這樣 對 好 對 然後你要讓它更有生活感 你可以有沒有毛巾的那種 那個 一疊毛巾 折好的那種毛巾 有折好的衣服 好 折好的衣服也可以 放在它上面 就是 有點暗示別人說 喔這個地方它不是一個椅子 它是一個 它用來放 這樣子 對 然後它左邊可以 它左邊可以放一個 燈 這邊放一個燈 閉燈 對呀 或者是 立燈也可以 如果都鑄鐵的話 對 好像材質蠻類似的 對 對就是這個 喔那個客廳也應該用這個吧 喔 這個也 這個嗎 對 同款 對對對 好 然後再複製好了 然後別人想說 投不了 都用同一個 哈哈哈哈 對 通常我們會希望能找到 同款 但是不同造型的 因為有些 在室內設計中有些家具 它會出 兄弟品 就是例如兄或姊妹品 就是說 它是同樣的 設計語言 但是它做出不同的造型 然後他們可能三包台 然後你可能就是一個放客廳 一個放飯店 一個放家裡 然後你就會發現 喔都是一樣 可是他們又有點不太一樣 這樣 對 因為有時候會很怕用到重複的東西 這樣 對 像IKEA就有那種 它就會常常出 綠針有個Hector 我們很喜歡用 它就是 同樣的設計元素 但它出了超多種 不同造型的它這樣 呵呵呵 不然我們客廳的等一下 可以看看要不要換別的 不一定要放立燈 我們可以放別的東西 然後這邊我們就 那我還是加一個 你加半個牆看看好不好 我試試看 就是一個牆 加一個牆 加一個牆 加這個嗎 加一個牆 靠在那個衣櫃那邊 靠在這邊 對 好 喔 好像很不錯 對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馬桶坐在靠 黑色衣櫃的那邊 然後面向那個門 這樣子嗎 對 洗手台在 長凳的那一側 然後 這邊 對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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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馬桶的旁邊就是 淋浴空間這樣子 還是樸素的這種的 好 用樸素的看看 然後我記得樸素的好像 我記得我當時有用過 然後它是不是可以換顏色 對它可以換顏色 喔 好像還OK喔 嗯 我覺得可以可以可以 那 讓它在 OK 讓它在 馬桶的旁邊 在這邊 沒關係 我們先放 我們先把浴缸跟淋浴放進來 其實這樣會比較有頭緒 對 好 然後我們把馬桶跟那個先拿開 然後讓它在 裡面 好耶 OK 那你轉 好像不夠大喔 會有點擠的感覺 那不然它家就沒有馬桶了喔 哈哈哈哈 大家好像看 給它貓沙盆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讓那個牆啊 你把那個其中一個衣櫃拿掉 然後讓牆往後退一個 喔 對 喔 OK 那你讓那個馬桶 在 就是 隔間牆的那一側呢 這一邊 對這邊 然後轉過來 對 然後它的旁 喔 這樣子它有點窄喔 我是想說它旁邊可以放洗手台 洗手台好像 真的選擇比較少一點 那這樣子我會把那個 就是進去廁所的那一面啦 就是進去廁所看到的那一面牆 這邊這一面牆 上面掛一個畫 或是什麼的 或是一個綠色的 這一面牆 就是你進去的時候你會看到一個 Focal Point 對像這邊 會有一個主視覺可以看 然後才是看到 喔 掛的植物也可以喔 看看有沒有植物 對 那我們放個地墊怎麼樣 就是 在馬桶跟 那個 浴缸之間 放一個長條形的地墊 就是你洗完澡可以 對 可以 對 像這樣子 對 像這樣感覺 感覺是可以放一個吊燈喔 這邊放吊燈這樣 至少你洗澡的時候有個東西可以看 就還蠻有趣的 吊燈通常要怎麼放比較好看 通常它是 吊燈是它是一個主角的感覺 所以下面一定會有相對應的東西 通常下面會是 看你是吊燈是誰 通常最最常見的就是餐桌嘛 餐桌上面會放一個吊燈這樣子 那它就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它們是一體性的感覺 那吊燈有時候也會用在就是把這個立面給平衡的時候 例如說我左邊東西很多 那我右邊放一個吊燈可以平衡一下它的整體視覺感覺 那至於它的亮度或是它的照明或是它所謂的功能性來說 有時候不一定是它主要的存在的因素這樣子 人來如此 因為我們都會很習慣性想說 譬如說這邊可能人家要看書 然後就在這邊裝一個吊燈 就是完全無視 完全無視它平不平衡 這個就沒有那麼好看 我覺得可以拿掉 因為它的線不夠長 喔 它的線不夠長 其實我有點想要把馬桶跟蟹蟹拿掉 然後換成板燈 我們就忘了它需要上廁所電視 反正貓是用貓沙嗎 等一下給它貓沙盆 對 這樣比較跟它整體的那個氛圍是搭的 對 像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 那個主燈我們就可以看是要收起來還是放在床的旁邊 就是對這個燈 它如果放在床的旁邊 對 然後對著床 感覺也是蠻有feel的 感覺也是蠻有feel的 它可以再靠近床一點 它跟床是一體的 因為它這樣比較像是跟鏡子是一體的 對 像這樣 對 這樣感覺 要不要讓這個牆再多一根柱子在它的底側 像這樣子嗎 嗯 這樣比較有就是一個房間的感覺 右邊那個房間的門口的那個不能連在牆壁上的那個柱子 要不要乾脆拿掉看看 把它拿掉 好 或者是你把它放放沒事的話你就拿掉好了 嗯 嗯 好 這樣可能還比較好 哈哈哈 對 比較不會那麼心煩 哈哈哈 大概是這樣吧 我覺得我可能會加個門墊 然後把那個玄關的那個照 玄關的換掉 大概就是差不多 深的 它都會強制換視點 哈哈哈 哦 深的也可以 深的跟淺的我覺得都可以 嗯 那我們就就深了吧 OK 你覺得如何 你可以幾分 你可以認真 是真心的評價 哈哈哈 因為我自己就是很喜歡這種 工業風 清水模的牆 然後對工業風的東西 因為我也很想要把房間 自己的房間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整個用下來我自己是很喜歡 因為就是剛好是我的菜這樣子 真的假的 真的 有哪一處是你想要改的 或者是怎麼樣嗎 改的 那你怎麼會做這種愚蠢的絕點 欸不會啊 剛才浴室真的是蠻糾結的 因為就是好像 對 有一點 空間大小的限制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樣子 就是 遺憾是沒有放到它的馬桶跟它洗手台 哦 對 那其實遊戲裡面啊 我們可以幫它做二樓 哦 對 所以如果 因為今天是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用了一層 嗯 那如果譬如說第二層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佈置一次這樣子 就可能 OK 兩個不一樣的空間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我二樓這邊擺了很多東西 是因為 呃剛好有問題想要請教 有聽說就是在選擇家具的時候 比如說這邊有粉紅色的家具 然後有藍色的家具 然後就 他們雖然一樣都是粉紅色一樣是藍色 可是呢 就是像我們剛才在挑顏色一樣 都會因為 可能亮度啊彩度的關係啊 對 然後視覺上就會很不一樣 所以 我們挑家具的時候 是不是盡量挑 就是相同亮度彩度的 這就是一個很不錯的問題 這包括很多新手製機師都會犯的錯誤 就是說 以為是同樣類似的顏色就放過去 其實 是我的話 因為我不敢說 喔厲害的設計師會怎麼樣 但是我的話 我反而會選擇 不要用類似的 的東西 比如說 現在的人 在觀看的人 如果你房間的門 是木頭花紋的門 然後你的地板也是木紋 然後你的那個 衣櫃也是木紋 那光是這三個在同一個視角 可以看到他們三個 他們都是木紋 但卻又不是同一種木紋 其實反而會比他們三個 各自是不同的 的 texture 還來的不好 就是你會覺得有一種 我想要木紋 但是它又不是同一種 你反而會覺得很阿雜 你就會很不舒服 其實那是 那反而是不OK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很多時候會希望 一張角色 甚至是因為他們請人來做 一次的做全套 那就是說門跟衣櫃 會是用同樣的木皮來貼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那如果講到今天是 新手 或者是今天是 預算比較不足的狀態 那我就不如說 例如說我門就是用白色的 然後我的地板 就用別的地板這樣子 那當然一個空間中 有一兩種類似的 還OK 可是如果出現第三 第四第五種 你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那種 太多了 想要和諧 卻又不和諧的感覺 反而只會讓人覺得說 你是材料用完了的感覺 對 會不如跳開 所以下面的選項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當時有說 雖然是木紋 但是它沒有很大 那我們還是拿掉 這是一種原因 就是有考慮到這樣的因素 沒錯 對對對 並不是都是同樣的 並不是都是相接近的 就可以放在一起這樣子 譬如說我這邊呢 有粉紅色跟藍色 然後它的房間 可能就是要用兩種顏色 當主色調的話 也就是用這種 就是可能 顏色亮度彩度 比較相近的兩種顏色來拼 會比較好 呃 對 彩度會希望是一致的 除非你有一個地方是你的重點 因為它彩度稍微比較高 那是OK的 對 但是一般的情況下 像這個就有點 come down 只有你個人的風格 嗯 那我自己的設計風格 是簡單 加上我喜歡彩度很低 因為彩度越高的 我自己覺得 像這種 我自己覺得彩度越高的 是越容易看膩 那房間或是室內設計是 室內設計都是要住很久的地方 你都不是一個看一天兩天 或者是除非你 你看像是很多地方 你看到很crazy的設計 都是那種 Fair B&B 或者是Motel 或是Hotel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只會去那邊 一個晚上 一下下 對 那它的用處就是給你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抓住你的眼睛 讓你進去的時候 哇 這樣 但如果你每天坐在那邊 你就會立刻割碗自殺 哈哈哈哈 所以 我設計的理念是 除非它的地方有特殊的需求 我都會選擇比較簡單的元素 對 低彩度 其實我的設計跟我穿衣服風格很像 都是白灰黑 就像樓下你也看得到就是說 都是白灰黑 像我剛剛一開始有講說 我在找同類型的家具要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會首先觀察的是它的椅角 或者是它的鐵件的部分 它支架的部分 因為支架不外乎就是黑或是白或是鐵 那很少會出現第四種 例如說銅 看可能是第四種 但是那種支架通常不是黑或是白 你一定有辦法可以選 那光是那點像 其實就已經很重要 你想想看 你有兩個 一個鐵件支架的椅子 跟一個鐵件支架的桌子 它的腳一個是白的一個是黑的 你就會瘋掉 哈哈 你就會瘋掉 例如說你看廚房那邊 假設左邊的那個洗手台 它的鐵件是白色 然後右邊那個它的鐵件是黑色 好我們來示範一下 你就會自殺 你寧可它的木頭不一樣 像這樣子 對你看 你寧可它的木頭不一樣 但是它的鐵件真的不能不一樣 就是它的支架的部分 也就是說它們要有共同的設計語言 這是我們業界會常用的畫 這樣子 了解 然後我通常這邊會再放一些 就是沒有要提外話 我會放一些什麼砧板 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我剛才發現我們這邊空空的 哈哈哈 忘記擺東西了 我來放一下 因為不是有滿多食物也可以放 對它這次新增了 兩百多種料理 嗯 放個桃子冰沙好了 桃子冰沙 桃子冰沙 嗯 下面 這裡 對啊 好大喔 哈哈哈 然後 喔 有砧板 嗯 放在這邊 但像這個砧板我就會再考慮 因為這個砧板它明顯它的色調不是同類型 喔 我們可以換個顏色 喔 雅光還不錯喔 自然也可以喔 好 自然是這個 好 我們先試一下 自然色 嗯 雅光黑 嗯 雅光黑 或者是全黑可能最適合 但是它沒有全黑 對 呵呵 可惜 像是大部分的業主會不能接受說 它整個空間的地板都是同樣的 但我們今天走就是有點極限 工業風的感覺 我覺得整個地板都一樣沒有變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如果講到實用性的話 水泥就是其實比較不怕水 所以說放在廚房這樣子也是OK的 對 只是說你請工人做的時候 你要請他的那個比例要匯合正確 不然他就會有均烈的現象 那就是更其他的東西 呵呵 對 然後我還有一個 就是 就是很多人都會問的問題喔 所以我今天也想代表一下大家 當然包括我自己都有這個問題 那譬如說 像我們剛才在佈置這裡 我的話我就會覺得說 欸這邊感覺我一定要擺個什麼 可是呢 就是覺得空所以我們想要擺東西 但是像現在我們沒有擺東西 它也是很好看 就是要怎麼樣去營造出這種就是 空的美 對空的美 為什麼我們都會想要覺得那邊空 空一個空位 不擺東西進去很難過這樣 我覺得這是整體欸 整體 你之所以會這樣 你現在用手把左邊的那些層架都遮住 你就會覺得右邊沒有那麼美了 因為它有一個平衡的感覺 對 所以就是說整體的話 有些地方有很多 但你每個地方都很多的話 你就會變成 但是如果你有適當的留白 你才會讓有多的東西的地方更好看 也會讓留白的地方好看 所以這是留白所需要的 就是說你全部的留白也是一種風格 但那樣就會被很容易被人說 那是真的是很實際巧 那也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要放越少會比放越多 需要的等級高太高了 真的 就像是人家服裝界都會說 Less is more 就是 你越少其實是越多的意思 那就是更考驗功力 對啊 對對對 我們在佈置的時候有感受到 就是都會忍不住想塞滿這樣 對 這樣我如果找 真的找不到有適合的 我就會留白 那其他地方我們多一點 它就會有點 喔這邊留白反而有個 讓人喘氣的空間的感覺 不會都塞滿滿的 原來如此 對 那學到一課 呵呵呵呵 對 就是因為我們像這個DLC啊 就是它沒有限制數量 就是每一個島民你都可以去邀 所以就等於說我們最多 其實可以做到四百多間都沒有問題這樣 那像你如果譬如說你也工作一段時間了 像我們現在已經像我已經佈置三十間的時候 我就開始發現說 欸我已經有好幾間都長得差不多了 就是覺得欸怎麼辦 自己設計的東西重複性越來越高了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呃這是一定的 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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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業主 呃 好聽點會說這是自己的風格 那另一種說法就是 就是有點乾掉了你知道 對就是我們玩到後面的時候就發現說 欸怎麼我佈置的起來 就佈置起來好像都差不多 但我覺得這也不能 也不會完全怪自己的 畢竟這是一個 這不是真實的事件 這是遊戲嘛 那遊戲當然也會有它資料的 充不充足的問題 以及像我們剛剛講 並不是說你有五千個東西可以裝飾 你就有五千種做法 因為有些東西只能跟有些東西綁在一起 你如果硬要把一些東西放在一起它只會很醜的話 那表示說這五千個它只會分析出幾種設計這樣子 的確的 像我的話我就會很喜歡去參考別人的設計 因為我覺得好像都可以學到很多 像今天也是學到很多這樣 就可以再把它運用到自己的設計上面來這樣 在那之前我們先跟喬喬交差一下 好 大家會說什麼 交差之後它會跑一個三十秒的動畫 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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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名就看到了還在那邊 有更新的 對喔 它之前是這個主題嗎 我完全不要往那邊 沒關係 我們可以把它更改 要不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 極簡 工業風 咖哩飯 極簡 為什麼有咖哩飯 極簡 其實真正的念法是咖哩飯 的確 下次別人念的時候你可以揪著它 你說咖哩飯 那個是念咖嗎你跟我說 你真的念咖 你打字給我打出來給我看看 打不出來 然後你覺得沒有朋友 他覺得很不錯 他覺得很不錯 太好了 其實這三十秒動畫有氣到很多人 我來看看他一些 因為他們的攝影師常常拍不到主角 但整體而言好像還是拍得不錯 喔 等我來說 正視點就很糟糕 為什麼不看一下他的浴室啊 只會拍公共區 對 他好像都拍在正中間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有時候 打造得很漂亮 可是後面的鏡頭都很糟糕這樣 啊對 我們幫他拍個照吧 好 你覺得哪一個景點 特別可以拍下來 或者是可以拍到兩面牆的部分 就是 可能從鐵甲那邊開始拍 鐵甲網 從鐵甲 站在鐵甲的位置拍 我站在這裡嗎 對 然後他站在這裡 這樣他幫你做菜 這邊就可以 好像OK喔 像這樣 這樣子然後鐵甲 剛好在正中間 算了 好啦 我覺得OK啦 反正這可以再重拍吧 可以可以可以 我可以把今天的房子給上傳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鵝肉麵 答應來幫我做這個影片 相信應該對大家都非常的有用 希望大家編小力點 我也是混口飯吃了 不會不會 真的學到很多 希望大家不要嫌棄 沒有啦 也是我的觀點 所以要再一次再打個預防針來重申一下 我不代表所有的聖誕生機師 我也不是非常厲害的聖誕生機師 我在學習中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有什麼需要指教的地方 我也非常的虛心接受 這樣子 好 面T YES 好 今天非常感謝鵝肉麵 非常謝謝 YES 謝謝 掰掰 掰掰 感謝 那待會我會把我凌亂的二樓整理一下 就會把今天我們佈置的這間房間 上傳到我的頁面來了 大家可以輸入這一串號碼來參觀喔 那今天真的很開心邀請到鵝肉麵 我覺得真的學到了很多 那今天分享的內容呢 主要是在分享 設計觀念上的事喔 那要如何運用這些觀念 來打造出自己風格的房子 這就是我們的功課啦 那大家要不要趁還沒忘記之前呢 趕快去試著打造一間房間看看喔 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會喜歡 也希望對大家都能有所幫助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